你觉得你结婚之前和结婚之后 你对婚姻的看法 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 是什么 我以前没有结婚之前 我感觉就是人家 通过别人口中里边 看到的 听到的 感觉婚姻是很幸福的 然后是很美好 它 就是你看到的都是好的一方面 因为我自己身边 就是包括我的家人朋友 就我自己经历过的人 接触过的人 他们的婚姻都是一直维持的 没有那种 没有见过其他的人说 要离婚各种争吵 什么的 就是比较烦都好的 所以我自然而然的 就是引入到我的脑海里 就是觉得 结了婚 就是找了找对的人 跟一起生活 然后一起体验生活的各种美好 那时候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后面发现 婚姻 就是你结了婚之后 你很多的想法 或者你想要做的事情 不是就是可以由你决定的 就是很小 比如说像我们家 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比如说从美国搬家来这里 这个事情不是说 Lens决定我们就可以来 或者我想来我就可以来 而是说我们必须要 要去沟通 要去理解 然后找到一个 让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 一个理由 所以我们就才可以做这个决定 有好有不好 可能我以前太单纯了 就没有完全意识到就是婚姻里边 哪怕最小最小的一件事情都会引起一个就是各方面的那种矛盾 那种争吵 对真的对需要经营 然后需要花很多心思 在上面也要多去学学别人 别人的经营婚姻的经营婚姻之道 对 Scott的出现给你的人生带来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他唤起了我内心里边很多我真正想要的东西 比如我以前我也是那种就是喜欢冒险的人 我就喜欢爬高爬低 就不安生 小时候经常受伤 骑自行车摔到处都是伤 我就喜欢做一些那种出格的事情 然后他的出现让我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是正常的 没有说违背什么法则规则 不会被别人说三到四 就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让我感觉我做什么事情都是合理的 我可以去做我就去做就行了 所以就让我感觉让我的冒险精神激发出来了 你觉得你的爱情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Good question 我觉得应该就是可以到处去看不同的风景体验不同的文化 对就是跟着他一起到处漂泊 不是漂泊就是到处的去去看生活 我觉得这个是对我目前来说最大的影响 因为我从小就是生活在一个小的地方 然后 父母也没有什么钱就说出去旅游啊 其实我第一次真正的第一次旅游 我真的应该是 是我跟Lens在一起之后吧 还有最重要是他的一个性格 真的跟他在一起之后发现他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无论是教我怎么去做事 怎么开导自己 各个方方面面 让我真的对自己有了更深的了解 也是从他身上才才知道自己有那么多不好的问题 然后 然后懂得了怎么去多了解对方 然后多多对别人多一些宽容 也爱心 就是给多一点爱给别人 对 你希望你未来的孩子可以具备你身上的哪一些品质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我希望他也有爱心一点 就是有那种怜悯之心 就是对人 对动物 有这个怜悯之心 我小时候挺恶毒的 我一个小时候就是魔鬼 小孩都是魔鬼 就是杀青蛙杀虫子杀蚂蚱之类的 眼睛都不眨的 而且感觉很爽 把那螃蟹腿一个一个卸掉 然后我就很希望我小时候不要做那种事情 但是我没办法控制我自己也没有人教育我 然后我就希望我的孩子他可以从小就会能够有机会 就是被被教育到就是要做一个有爱心的人 虽然这个有时候会让你感觉到痛苦 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在受苦你会痛苦 但我觉得那也比就是冷眼旁观 铁石心肠要好 至少你的心位置颤抖了一下 可能这个是我最大的一个希望 其他的都任由他发展吧 OK 你觉得孩子 Mason 带给你的最大的收获 和牺牲分别是什么 日落可能刚刚出来 刚刚欣赏了一下下 你可能还想再看一下余晖 但不行啊 你七点钟必须要回到家 那你开车一个多小时 那你得赶紧回来 就是这种很限制 比如说就 就像前两天去一个朋友家吃饭一样 也是聊得特别好 聊得很开心 突然间 Lance拿个手机过来说 我们要回家了 因为我们还有半个小时就是要去接孩子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对自己的时间 是牺牲很多的 收获这个目前来说 我觉得 是让我自己 让我自己觉得 我也可以 当一个 不能说好妈妈 就是学习 正在学习 怎么去做一个好的妈妈 怎么去做 你孩子 喜欢的一个妈妈 你知道吗 就让自己去了解很多以前可能比如说育儿方面的知识 你没有孩子 那可能肯定也不会感兴趣 去想要去了解这方面 我觉得就是学习方面让我收获比较大吧 就是让我心里感觉到很暖的就是 她的微笑 然后她过来给你亲吻抱着你 她需要你的时候 你感觉到就是这种力量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会感觉到 我的宝贝给了我一个亲吻 过来抱我 会让我觉得 瞬间就是很坚强无比 你知道吗 我就是一个I am strong mom 就是那种感觉 会让我觉得 哇我可以这样子 以前我好像我都是靠别人的 现在有一个小小的小人来 他需要我的依靠 然后我就让我自己觉得 变得我必须要更坚强 就是做什么做事情做什么 就会感觉 对就是行为方面更成熟一点 对 对我觉得是我自己的 对这个很重要 成熟我觉得 嗯 对 嗯 seront 是的 然后 这样 Europ